一邊是馬英雄去中國 結果越演越烈 把台灣為了 現在又禁筊 甚至把我們的政總統 做他們的通責領域 這一邊明明沒有關係 坦白說台灣人 對著這金頭門搜尋 說很適合很少 但是我們就是 願意為著世界和平 為著台海維持現狀 所以想辦法來想玩台灣 余曉哥 一邊是中國 一邊是歐美自由民主國家 這個對比不會太強烈嗎 大家先想想看 老共做的這些動作 不論是統戰 文攻武嚇 他本來的初衷 跟他的動機跟目的是什麼 要不然就是讓台灣都相信 原來台灣真的是 中國一部分 請問馬英九去中國訪問 被降格 被消費 被宣傳 台灣的民意有沒有受到 他這些影片的影響說 我們就是中國人 或是說我真的覺得 兩岸一家親 沒有 沒有的話就代表 這個統戰基本上是失敗的 就是自嗨 中國小粉紅信了 那是他們的事情 但我相信現在在線上的 這個朋友們 還有我們的觀眾們 你看到影片的感覺是什麼 把它當笑話 或是說他願意 那是他的事 對我們有沒有什麼影響 我認為沒有影響的話 那這個統戰的公式跟宣傳大內宣傳 就是無效失敗的 好 他文攻武嚇其中的部地在哪裡 就想孤立台灣 不然就是跟世界各國講 這道你不要慘好不好 否則連你們一起倒大煤 不論是禁航區 在台灣東北八十五海裡 從三天變二十七分鐘變國際笑話 說有太空掉落物好不好 這另類的暗示是什麼 這個跟台灣現在有事情 你們好意思在說什麼台灣有事就是我們有事 我跟你講這一局你們不要管 或是說你們最好袖手旁觀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我們內政的問題 他本來要的是這個 不然就是孤立台灣 那問大家現在是適得其反 有四十二國家基本上外交部公布 四十二國家 包括美國 日本 歐盟 許多民主國家都力挺台灣 請問他本來的目的是什麼 本來目的就是你不要慘 這不是你的事情 結果大家把台灣的事情當成是 自己的事情 是自己的事情 是什麼 我反對你把台灣這個片面 片面解釋成為中國一部分 我們反對你把台灣海峽跟東海 還有南海擔任自己的內海 我們力挺台灣 因為台灣是我們的朋友 台灣對我們很重要 剛才看那個訪問薛瑞福講的 也是我剛才所說的 如何力挺台灣 如何這個互台抗中 四個原因 台灣關係法 在台灣關係法 基本上的內容 還是比較戰略模糊 他是說西南太平洋地區 發生重大事變 美國將保持重大的關注 多大關注 現在戰略清晰給你看 雖然法律寫的要件很模糊 第二是貿易利益 自由開放的這個多邊的 跟雙邊的 台美的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跟CVTTV 美國力挺 藍營老師說 美國人基本上都沒有幫忙 請問我們外交部正式 李存在做什麼事情 也不需要為大家多做解釋 第三戰略地位 不論是自由航行 閒跟第一島鏈的樞紐 所以說美國為什麼要挺 最後一個他說 志同道合 什麼叫志同道合 民主有新價值 所以我最後只是分析給大家聽 老共到底有達到目的嗎 不論是文攻武後 軍事演習 外交打壓 你現在看把我們的邦交國 拔走了軍機不斷的擾台 台灣人除了馬英九跟部分 深南紅統樓市 或是這個部分的統派人士 基本上非常抗笨 天天講疑美論等等等等 但是公道自來人心 現在資訊那麼發達 中國專家基本上所做分析的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我還是問大家一句話 使盡洪荒之力 吃奶之力氣 吃台灣豆腐 或是到底得到效果嗎 我是認為效果很有限 是我們現場訪問到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元智 針對馬英九總統 那去到中國訪問回來 那遭到連番的制裁 以及被作為統戰影片素材 請問國民黨中央或是你個人 有什麼想法 我先講一下那個馬英九 被作為統戰教材這件事情 假設是有人不孝的業者 覺得我譬如說很喜歡我的髮型 然後把我照片拿去作為廣告素材 然後增加他的業績 我一定告對不對 因為有效嘛 馬英九告不告 那馬英九我尊重他要不要告 因為剛剛宇曹老師 你講得非常好 中共這個統戰 幾乎是做不到任何的 發揮任何不到任何的用處 就是被人家嘲笑而已 所以在馬英九的角度 他認為說你中共你自食惡國 自己無聊 所以他要不要更正要不要告 你這個有過拗耶 自己跑去當素材 然後就說我覺得這個沒有用 你愛放就放這樣子 你現在的意思是這樣子 其實我不能替他回答這次 他內心深處到底怎麼想 你總有自己的立場吧 你可以譴責 如果是我的話 當然你不要亂用我的影片 我去記住 我不是要被你拿來當宣傳的 當然是可以啦 但他是不是內心認為說 反正也達不到統戰效果嘛 所以他就不想去理 也有可能啦 反而就是要落井下石 看他們出球 馬英九可能是這個意思啦 然後然後我給我跟大家講一個 最新的那個民意調查 你這個很適合當國臺灣發言人 你講笑話也都不會笑 國民黨發言人 就是我跟大家講一個這個 臺灣民意基因會做最新的民調 他國民黨的好感度 在最近是二十六趴 二十六趴已經逼近民進黨 民進黨是最好的 是二十九趴 那國民黨上升了八趴 那尤英龍的解讀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尤英龍解讀是說 因為馬英九這次去大陸 然後拓展了兩岸的 這個這個和平的契機 所以讓國民黨好感度提高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以臺灣人現在的想法裡面 還是蠻多人認為說 馬總統這一次去 無論後面是不是被人家 盜用肖像或怎麼樣 對於臺灣的安全或和平 還是有一定的貢獻 也提升了中華民國的國格跟尊嚴 所以這一點倒是有獲得 這個臺灣民眾的肯定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 當然我們對於中共 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他們還是 現在處心機率的想要對付我們嘛 就像最新的這個貿易的制裁 不是要針對兩千四百五十五項 說我們對他貿易的不公平 他要開始啟動調查 這個事情我覺得我們政府 還是要有所應應 因為昨天 黃美花 你們去那邊製造麻煩 然後有麻煩之後都是政府要因應 一馬歸一馬 你覺得是分開的 對 因為你明明就知道說 他會來制裁我們 但昨天黃美花在立法院 被立委問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好像一無所惜的感覺 就沒有做事先的處理 然後現在還沒有提出具體的做法 你很厲害 那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那個我們的一些業者會擔憂 我現在不是在 我 我覺得當然我們是譴責 對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正在保護我們國內業者角度 政府也是要拿出因應辦法出來 不是說一直罵罵罵罵就沒事這樣 葉雲之真的很厲害 各位看我手上這麼多板子 這麼多板子 右邊還有兩倍的數量 沒有黃美花三個字 他有辦法講到有夠厲害 你真的是都相關的 你真的是專業開車 哪裡 這裡哪裡 我現在講得很簡單 你是前總統 你去就已經很有問題了 當然喜歡喜歡討厭討厭討厭 我早知道 你被東部戰區 東部戰區 他不是國台辦 不是外交部 不是其他的這個對等單位 是國防部的 這個有一點就是對臺單位了 講白一點 然後拿去當台灣素材 雲淡風清 像沒你的事 來 這個是國台辦 他大戰馬英九仿中體現 兩岸都是中國人 朱鋒連談環臺軍演說 我不是針對臺灣 你信嗎 另外中國軍演的狀怒有四十二個國家 超過四十二個國家挺臺灣 這個比做任何的國際援助 花多少的錢 交多少朋友 還有更有 我們被打 然後大家就是看不過去 這個就不能發生 打下去 戰火四射 開始選邊戰 看似進入冷戰 進入世界大戰 又是下一個新的地球新局勢 所以這種行為 你很明顯 臺灣社很明顯 站在民主陣營 我們也事實上 事實上實行民主體制三十幾年了 很明顯的 結果你前總統跑去記住 被做統安素材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阻止 中國對臺灣的 你剛剛講兩百多項 馬英九去是怎樣 本來五百項 馬英九去變兩百多項 這個是國民黨的功勞 或者是說本來 本來可能是要跟臺灣 發生更大的這個武力動嚇 結果馬英九去了變比較好 就你如果講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接受 這個我們也不能反駁 就算是立場不同 我們說 馬英九這座棋 他就有跟臺灣搗三天到 那個鳳梨本來不可以賣 現在百年可以賣 連母百年可以賣 一兩個東西來講 至少我們就不會嘴你 這很明顯變成統安素材 是那個天秤是往中國倒的 你還有話講的 好像你們都是對的 再來怪王美華被制裁 看貴 哪有那麼厲害 董哥哥 我蠻佩無言辭的 就是可以這樣子講 那麼講 我們其實對於馬英九 就是他要去中國記住 包括去拿去 被對方拿去做這個宣傳影片 我說實際上他是心甘情願的 他根本不會像原資講的 我會有認為覺得沒有用 他擺人就捅 只是以前為了要選總統的時候 二零一半為了選總統的時候 他必須他必須他必須改變自己 他現在不用選舉的時候 就會搞這些事情 可是回過頭來就是說 那國民黨是不是 因為國民黨要選舉 如果原資你們要選立委的話 那馬英九的主張會是你們的主張嗎 我比較關心的是這個 馬英九不是 不是只有講那個 他在臺灣當總統 你們是真的沒有罵對馬英九怎麼樣 是不是 他們不會罵馬英九啊 但是你光靠國民黨票就能能夠當選嗎 不是啊 至少會講一下 你這樣子 我們很難選 你不要選啊 沒有 注意看國民黨還要幫馬英九元 所以原資除非你的命很好 你選在那個藍軍 佔了百分之六十的地方 你可以這樣子 而且馬英九不斷講 原資原位他很爽 那你如果 你如果你的選票沒有到 藍軍直接的基本盤 沒有過百分之五十的地方 那國民黨的立委 你要怎麼選 所有人都要回答一件事情 馬英九的路線 你們同意嗎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為什麼要拜託你問一下侯友宜 侯友宜有說啦 他要大刀闊斧 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我不是要罵侯友宜 我說我不知道侯友宜的主張是什麼 因為馬英九畫了一條線在那裡 那條線會不會變成侯友宜的線 馬英九的路線 是不是未來國民黨的路線 都沒說啊 用大家用勇的 發白鍵 所以不知道他幹嘛 賊給你的 我算是因為 我算是иние 那條線 那條線 我就直接問到 我不是人的 我不是人的